接下來我們請蔣萬安委員 好 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部長 是部長 蔣委員好 好 部長好 首先我先請教部長 這個我們一直以來有定額禁用制度 就是對於身心障礙者 保障他們相關的就業權益 那生權法裡面就有規定 對於政府機關公立學校或公立事業 總人數34人以上 那我們禁用的身障者不得低於3% 那另外私立學校相關的民營事業 67人以上不得低於1% 那在今年2月開始 大學的教學助理改成牢固行以後 全面納入勞保 所以國立大學依法要僱用3%的身心障礙者 那這一部分 當然他們就在反映說 這個事實上沒有這麼多 腎臟者的學生等等 二方面 如果要聘用校外人士 薪資較高 成本負擔過重 所以就有公立學校反映 希望能有多些彈性 甚至將比例下降到私立學校的1% 那這一部分勞動部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那我想這樣子 我們勞動部其實對於這個身障者的就業機會 我們一直都是非常的重視 所以我們才會有訂定那個金融的那個比率 也就是說金融多讓我們的身心障礙朋友容易來就業 那所以剛剛您所提的 不管是3%或1%公立學校跟私立 私立機關 這些其實都有經過考量過 那當然今年的這個2月 那個教學型的這些助理 他也納入以後 現在有學校在反映 但是我們認為說 其實你那個比 你進用的比例並不限於 他現在反映的是說 他找不到這麼多身上的學生來參與 就是來做這個進用的比率 但事實上我們要講的是 他這個比率並不限於助理學生 他其實各個職缺都可以算進來 所以他現在如果 其實各大學如果有面臨到 這些身上朋友人才媒合有困難的話 我們其實勞動部可以來協助 但我認為以大學來講 他應該負有他的社會責任 對於這些弱勢的這些就業 應該是要更積極來協助 讓身上朋友有更多的一個就業機會 好 所以部長 我認為勞動部你要堅持 大學既然他也是雇主 就依法必須 足而雇用身上的人士 國立大學尤其享受國家資源 善盡社會責任則無旁貸 所以要求現在 調低進用身上者的比例 我覺得是沒有道理 也是做最壞的示範 所以這一部分 我很樂見勞動部 你要堅持這樣的一個規定 現行實務上當然 很多學校或是公立機關或是民間團體 他們經用人數實際是比法律規定要來的高 這個是我們認為肯定 但是實際上面 很多時候比起一般員工 他們缺乏升遷工作天數少 到職務沒有經過再設計等等 甚至遭到同儕的歧視 還是有這些問題 我希望勞工部 你身為照顧這些勞動者的主管機關 應該在法律規定上面 以及實際面臨的問題 要協助他們 保障他們的權益 會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協助 好 那接下來部長 我想上一次我有問過 對於勞工部 你們準備修正 違反勞結法採取 罰還的共通性原則 剛剛也有幾位委員有問到 所以部長這個問題 現行我們有這些共通原則 各地方政府也有裁罰基準 是 是什麼原因 然後不現在要來修正 呃 幫幫忙 有些政府 有些政府機關有裁量基準 有些沒有啦 好 縣市政府啦 那主要是之前因為 呃 地方政府有反映說 其實他們對 呃 有些同樣的相類似的案件 那各地方他裁罰不一 那所以認為說 呃 是不是有一套的 齁 基準 然後來 部長 勞動部已經有這個 裁罰共通性原則 對不對 各地方政府也有 對 各地方政府也有 今天我要問的是 基於什麼原因 到底你們要在這個時候 要來修正 為什麼 我這樣問部長 也不是這個說 這是之前一直在討論的 今天你要違反勞基法的情節 你要客觀認定 沒有問題 情節重的加重處罰 情節輕微 當然你們已經有一套標準 可以減輕 但是這是一個標準啊 客觀違法的情勢 但是今天我不解 部長 什麼原因 將你這個標準一刀切 切五人以下跟五人以上 違法就違法 為什麼要區分五人以上五人以下 五人以下就免罰 是什麼原因 你的根據是什麼 部長 第一個 我講 違型企業的人數 其實目前還沒有定案 當初這個五人是參考 那個經濟部 一個中小企業的 一個發展條例的一個規定 但是其實到底要多少人 大家還沒有做定案 所以部長 第二個就說 第二個為什麼可以 部長等一下 違型企業為什麼 我不管你今天是幾人 你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用人數來區分 人數 是認為 我們會認為說 當初會用這個違型企業 他可以減罰 其實不是完全都免罰 包吻 他其實要看他的情節 減罰或免罰 那會認為說 違型企業 因為他可能因為規模小 可能沒有人資 他的法則能力沒有像 大企業 他可能有人資的單位 有法務的單位 那可能法則能力沒有那麼好 所以才會說 他可能因為這樣不知法律 那是不是可以在相關的 這個考量他的法則能力的情況下 去減罰 或甚至免罰 但是這還是有一定的要件 並不是說 你只要五人以下 或者你只要是違型企業 我就一律免罰 絕對沒有這回事 所以部長 那我就不解 那你為什麼要用人數 或是企業規模的大小 來做一個裁量基準 現行的行政法法 或你們的共通性原則 或各地方政府 訂出的裁量基準 就已經對於違法的情節輕重 他可以自行判斷 我覺得這個才是你們一致的標準 結果你今天 要以人數 然後做區別企業規模大小 來就他們的罰款 做一個標準 我認為這是錯的 而且我堅決反對 因為勞動部你就帶頭 告訴社會各界 今天 違型企業 五人以下 或是甚至未來你說十人以下企業 可以規避勞基法的適用 可以不用遵守勞基法 這就是你們接下來修訂 這個共同性原則 會造成的問題 今天其他部會提出來 我想 我就不管 但是今天勞動部 你帶頭告訴社會各界 將勞基法開一個後門 告訴他們五人以下企業 不用遵守勞基法 報告委員 報告委員 我必須鄭重的 陳清 絕對沒有開後門 也沒有告訴大家 不要遵守勞基法 不可能 因為所有的共同性原則 那部長你為什麼 現行運作的好好的 各地方政府 或是防部 你有共同性原則 就是因為各地方政府 發現有問題 那你的標準 為什麼要切在 企業的規模 要以人數來規範 可以討論 因為這個是大家的 你現在改口可以討論 但是部長 你是不是接下來就是要修正嗎 你有沒有要修正部長 這個我們可以再來討論 因為我包括要開 又再來討論 要開公聽會喔 因為那個陳英明委要求我們 他認為 微型企業 部長 我是非常反對 你這樣子來切割 說小型的企業 可以免發或是減輕發壞 報委員 您的意見委員參考 但是 也有委員認為 微型企業他也認為 這樣 根據他的法則能力強弱 來做一個 在處罰的時候 能夠符合比例原則 他們也有委員認同 那我都尊重大家的意見 但是我一定要跟委員講 絕對沒有開後門 也絕對沒有要告訴大家 不遵守勞動 我希望委員這句話 你這樣子就是變相的告訴社會各界 好部長 這是委員您的 您的您這樣 所以我要告訴勞動部 千萬不要這樣修正 您可以 您也是把全部的條文看完 你看我哪一條叫大家不要遵守勞基法 部長那你講不出來 那你為什麼要用五人做標準 為什麼要用企業的規模做標準 企業的規模大小人數可能 違法就是違法 小型企業違法就不違法嗎 我沒有說他們沒有違法 我沒有說 為什麼你要定一個標準說可以免罰 或是減輕罰還 這個本來就是在法律的規範裡面 一個人就像一個人犯了罪 他犯罪就犯罪 部長你回去重新看行政法法第18條第19條 還有各地方政府訂出的財罰標準 今天是以客觀違法的情節做判斷 不是以企業的規模做一個基準 今天小型企業 違法情勢嚴重 一樣是要加重處罰 今天大型企業 以客觀違法情勢來看 如果是輕微 一樣可以減輕 而不是用規模企業的大小 來做一個判斷的基準 部長如果你搞不清楚 你還是只要這樣做 你根本不了解 為什麼定這個財閥基準背後的原因 如果你是用企業規模 你就是變相告訴各界 這些大企業未來會怎麼樣 他們就會把自己的企業切割成五人以下 然後規避勞基法 今天勞工就會階級化 今天未來新成立的公司雇主 就是說我都成立微型企業 我都成立五人以下 我可以規避勞基法 因為勞動部告訴我 微型企業 我也要加重啊 我已經講過 那現今就有對於 惡意過 違法情勢嚴重的 就有加重處罰 報告委 為什麼今天要提出一個 就企業規模 指導 會有一個行政指導 讓大家各地方 這有計劃去追尋 過去法則能力真的不夠 那有時候你譬如說 他1.33 我們那個加班費 1.34他算1.33 差91塊你要罰他至少 2萬塊以上 或者加班時數算錯了 這個你們現行的裁罰基準 你們的共同性原則 就可以減輕啊 我就是把這個 不需要修正 現行運行就有啊 但是問題是很多 地方政府就跟我們反映說 他們不知道怎麼處理啊 我們就說好 那我們把現在目前現有的法規 我們整一套行政指導 讓你們來參佐 那為什麼 那地方政府有跟你反映說 好 部長 那地方政府有跟你反映說 那希望 五人以下企業 免罰或減輕嗎 報告委員 這個部分哦 他們有反映到說 因為有些情侵罰重的情形 希望 遺輕者不過重 我們說當重的不遺輕 我們就是一個符合比例 所以那時候就講到 這些法則能力弱的 因為本來在行政法法上面 還有包括行政法 行政程序法就有說 你在採訪的時候 有利跟不利的情形 你要一律注意 那我們把這些 定到這個共同性原則裡面 讓他在裁法的時候 本來他就可以減罰 或者情節輕微的 在行政法上本來就可以免罰 把這個原則重申 讓大家有個依循的標準 我們報告委員 我這個共同性原則 完全沒有超過法律的規範 我沒有去變更勞基法 我也沒有去變更行政法法 我是把這些原理原則 法律的規範整理出來 讓各地方 行政機關他在採訪的時候 他更明確 能夠去依照 他的個案的情形 去做適當的一個採訪 符合比例原則 我們 但我要說明 對惡意 故意的我們絕不輕重 絕不縱容 但我要說明的是 我們絕對沒有開後門 第二個 我們有沒有用這個 來叫大家不要遵守勞基法 我讓你講了非常久 你還是沒有針對我的問題回答 第一個 勞動部 有沒有要針對 五人以下的企業 免罰或減輕罰還 定出共同性原則 第二個 地方政府 有沒有跟你反映 要求 就五人以下的微型企業 要求免罰或減輕罰還 報告委員 第一個 微型企業 現在到底要 地方政府有沒有跟你反映 也有 好 那第二個 勞動部現在是不是要朝這個方向來修正 報告委員 我們現在就是 因為 這本來就是行政法法或者 行政程序法上面 既有了規範 我們這樣規築 勞基法 行政法法 有說對於 微型企業或五人以下企業 成為一個参考標準說 免罰或減輕罰還嗎 報告委員 部長 行政法法裡面有任何一條 這樣講嗎 我必須這麼說 當然你是反對我也尊重你的意見 我先問你法律有這樣說嗎 行政法法裡面 有說就 小型企業 微型企業 五人以下 減輕或免罰 有這樣的說嗎 有這樣的規定嗎 有任何一條條文這樣說嗎 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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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委員 謝謝你們的指教 這個部分我們都還在討論當中啦 這一條 當初就是 的確有 有地方 這種地方反應 我們才會 所以地方政府跟你這樣反應 你就全盤接受 如果 不是全盤接受 我們還是有經過一般討論 今天哪一條法律 你就回答我哪一條法律 你不要給我一直叫 你浪費我的時間 法律也沒有禁止 我不能這樣子定 好 我們其實 哪一條授權你可以這樣定 這行政指導本來 行政法法裡面哪一條說 可以就 人數 限規模五人以上 報告我 我只要沒有超過法律的範圍 我行政指導本來就可以 但是 要不要 這個到底要怎麼來處理 既然各界都有意見 包括我也有不同的意見 有些委員說 微型企業應該要這樣子處理 也有向您反對的 那我們會參數大家意見 再來做定案 沒關係啦 部長 你要這樣質疑 幫資方開後門 你有質疑啦 外界都會看在眼裡啦 這個我 報告委員我要 對你這個我不接受 我沒有幫資方開後門 你就是幫資方開後門 我不接受啦 你不接受沒有關係 外界都這樣認為 那是你說的 那外界這樣我也不接受 我絕對沒有這個 為資方開後門這件事情 部長 蔡英文的勞動政見 六大政見裡面 說要提高公會的涵蓋率 現在這個政見實現了嗎 我們持續在努力 實現了嗎 持續在努力嘛 好 現在公會涵蓋率多少 大概30 33點多 企業公會的涵蓋率 企業公會7點多 部長 台灣公會生態 以代辦政府勞健保業務的 福利型職業公會 發展很蓬勃 但是真的代表受雇勞工 可以跟雇主協商的工會組織率 非常非常低 去年底 企業公會只有900家 只有大概50多萬人 佔整體台灣受雇勞工 將近1000萬人 只有6.5% 所以部長 現在這是世界上極少超低的公會涵蓋率 今天蔡英文政府執政三年多 當時第六大政見 公平集體勞資關係 說要支持勞工的團結權 認為目前台灣公會的涵蓋率相當低 所以我認為要提高公會的涵蓋率 請教部長 現在將近四年過去了 這一項政見 我們就台灣的公會涵蓋率 請問有提升嗎 其實我們 持續在努力 那也有在 持續努力 有沒有提升嗎 我知道勞動部都很努力啊 我們去年 我們每年都有1、20個公會在 穩定的成長 所以部長 我們很簡單的 現在台灣的公會 組織率這麼低 的原因是什麼 夠簡單吧部長 其實這個因素很多啦 這個這麼多 部長請 部長自己回答 那個王惠偉司長 我知道你非常了解公會 很簡單 什麼原因 公會的涵蓋率這麼低 這 你到任何一個問任何一個勞工 或問任何一個公會 都很清楚 你只要講出幾個就好了 部長 這個 一個都講不出來嗎 部長 一個都講不出來 部長 不是啊 這個我想 勞方當然 部長 這個大家可以接受嗎 你不接受沒有關係 公會 今天涵蓋率世界超低 部長 你上任多久了 部長 一年多 一年多 結果你對於台灣公會 組織率這麼低 講不出一個原因 部長我請教 公會的成立門檻 是什麼 公會就是 30人嘛 還有呢 所以 部長 公會成立門檻30人 這是偏高耶 這跟世界各國比 所以我其實也了解你那種 所以你竟然講不出這個 我不是講不出來啦 因為 那部長第二個 你知道 現在 企業公會成立 可以成立幾個 一家公司可以成立幾個 企業公會 原則上是 單一啊 所以幾個嘛 一個啊 那現在實務上造成什麼問題 實務上就是造成 被資方先成立這個運用公會嘛 部長 你要了解啊 部長 你今天不了解 你要怎麼落實 蔡英文的政見 今天她是任命的 勞動部長 最基本的ABC你都不知道 部長 包括我們不是不知道 我們也很努力 那你要打出來啊 部長 但是我知道你要講這個 公會人數的問題 你不會只是說我很努力 結果一問三不知 公會人數的問題 這個部分 本來這個就是 各方有不同的意見 好部長 現在勞動部 這個要修法其實也 也有他的 也要修法嗎 部長 那你們修法版本咧 不是啦 我是說如果30人的 部長如果不了解不清楚 就說不知道 部長 然後部現在呢有頒布一個 鼓勵成立公會 獎勵公會成立的要點 部長你知道嗎 知道 好 所以呢 所以這個獎勵要點是怎麼樣 部長 就你了解大概 對於那個新成立的公會 我們會有一些 呃 由已經成立的公會去給他協助 那我們同時也會給他一些補助 好包括 呃 就母雞帶小雞的方式啦 來協助他們新的公會來成立 部長 這個獎勵公會成立要點的重點 是在於 給予他成立 新成立之後 新台幣10萬塊獎勵金 對 那請教部長 你公布3月公布到現在為止 成立多少家 公會 市長知道嗎 3月到現在 還沒有 還沒有 0家 所以我要告訴部長 我提醒部長 我認為這樣的獎勵 我認為是可行 是一個措施 但是 是 根本制度性的問題 剛談到的 門檻30人 剛談到的 現在 雇主是敵視公會 打壓公會 再加上現在 一家公司只能成立一個公會 所以會很快 先搶先贏 資方 就先成立一個運用公會 等等 這些制度性的問題 是沒有辦法透過 發放10萬塊獎金 就可以解決 我希望部長 郎布要正視這個問題 比如說 門檻現在30人 事實上其他國家 中國大陸 25人就成立 香港7個人 日本只需要10個人 韓國只需要3個人 就可以成立 但是 委員這個其實還是有問題 你人數太少的話 公會的代表性夠不夠 所以這些可以討論 我要強調的是 勞動部 你就整體制度性 你要有一個通盤 拿出一個方法出來 比如說門檻的問題 你就才是應該真正的 邀請專家學者 來共同討論 修法的可行性 其實我們一直在 召開工作坊 針對這些 到底公會的 如果來提升公會的涵蓋率 我們其實 都有召開相關的座談會 邀請專家學者來 所以部長身為一個勞動者 擁有三種基本權利 也就是所謂的勞動三權 請問部長是哪三權 團結權 爭議權 協商權 好所以團結 是組織公會的權利 協商是跟雇主 有協商談判的權利 爭議 是與勞工跟雇主協商 有爭議的時候 我可以發動 罷工或代工 的這些爭議行為 而這裡面最基本的 團結權 就是我現在討論的 組織公會 但是今天我看到的 只是單點的一個措施 我希望是通盤就制度性來檢討 報告委員這只是一個做法之一 我們其實 我肯定啊我認為 這個是很多公會 目前需要的 報告委員其實 錢對一個公會 是很重要的 經費對公會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新的公會要成立 他真的缺人缺錢 也沒有經驗 那我們定這個辦法 其實就是給他 一筆錢讓他能夠 比較順利的在一開始 能夠不會 因為錢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踏出第一步 但這是我們的措施之一 我們其實在關係是這邊 對如何來提升公會的涵蓋率 能夠鼓勵勞工來組織公會 其實我們一直有做了很多的一個 這個方案的措施都有 但是這支支一部分 那當然今天三月剛開始 那我們也要來鼓勵 那個讓其他公會 能夠可以踏出來 所以部長 要了解 台灣公會 組織率涵蓋率這麼低的原因 你一刻都講不出來 你回去好好用功一點 你回去好好用功一點 部長 你要了解問題 你才能提出好的辦法出來 否則啊 就會像您對於很多勞動的議題 不熟悉 我想說 業務單位喔 對於這個 業務單位很熟悉 但是最基本的 大方向 也要基礎的了解 大方向我都有抓住 我想細節的部分 當然是各業務單位 這不是細節啊 他們都 所有的 工會的涵蓋率這麼低的原因 你一刻都講不出來 部長 報告委員 這個也不是今天的問題啦 我想公會的涵蓋率也存在很久 那的確是不容易突破的一件事情 這沒有錯 但是我跟委員講 至少我上任之後 我對這件事情 我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大方向都是指 是能夠幫忙的 政策上可以做的 工具上可以提供的 經費上可以支持的 我都會來支持我們 負責的業務單位關係來處理 部長 謝謝部長 話講得很漂亮 人人都會 對業務的熟悉 要用功啊 部長 業務的部分 業務單位是要非常非常熟悉 我做一個時候 我就是政策跟 擔當 該怎麼做 我就是要 謝謝 勇敢的向前走 就是這樣子而已 謝謝 繼續努力啦 我們有在努力啦 勇敢的向前走啦 這些任何人都會講 但是對於業務的熟悉 還有對於保障勞工的權益 你要抬穩你的立場跟堅持啊 結果今天提出一個 說五人以下 免罰跟減輕 外界看在眼裡 這個五人以下還沒定案啊 今天問你一個 涵蓋率偏低 一個原因講不出來 部長 不是講不出來啦 多用功啊部長 好啦 好 謝謝 謝謝張委員 謝謝部長 今天真的是有萬安演戲喔 呃 待會兒我們等邱太元委員 質詢完以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謝謝 好我們請徐忠委員 快點兒 做一下 孩子 這點兒 快點兒 快點兒 谢谢大家